有财 天生我有财呢 他自己准备的是一段模拟的销售 你是模拟销售什么 都可以就 咱就服装好不好 服装 行 你最擅长的 就卖给斯凯乐 好不好 卖一件冲锋衣 您好 您看我们这个 这新款的冲锋衣 看有没有非常漂亮 您看看 您试一下 你这冲锋衣防水吗 防水 防风 您看看这材料 您摸一下 您看看 为什么防水又防风呢 因为它有涂层 涂层 涂层不透气 因为它是功能性的服装 所以说肯定会要解决 这个防风 防水的问题 它不能兼顾 就是这样 但是我知道斯凯乐的 可是兼顾的 您看我们这个 您仔细看 他就是斯凯乐 那肯定我不满你的 绝对讲梦为例 您试一下 您就知道了 防不防风啊 舒服不舒服 您试试 您看看怎么样 对 好吧 试一下 而且我们现在 这个有徒步靴子 和这个防风衣 是一套的 您拿起来这个靴子 您可以再试一下 您看看 为什么我要买一套呢 如果您有考虑 您平时喜欢户外 其实是非常划算的 好尴尬 你点评一下 尬聊教授 但我从外人感觉还不错 就从外人的感觉 你怎么会觉得不错 一个卖服装的不就是这样吗 他整个的沟通 其实都跟那个顾客 他要的是一个四千块钱的销售的岗位 他把该说的话也都说了 其实面对面的销售应该还 去任何一个斯凯乐店的那个销售都比他强多了 你为什么不问问他穿多大号的喜欢什么颜色 你都不问一问 我觉得就不走心了 其实任何一个销售的本质是与心与心的交流 他想在卖着玩 对 我觉得这个走心是非常 我觉得根本的就是看不到你走心的东西 我卖着卖着的时候 我就开始在想你的未来了 你知道吗 我今天想这个怎么办呢 我都没考虑 你都没有考虑到你的未来是吗 我看你做了那么多年的这个店面的零售 我觉得应该会非常快地拉近和客户之间的距离 其实我做店面那个销售其实特别自然 但那个小女生 因为我们面对都25岁以下的 小女生来之后直接就是成交量 那当然 那是小女生 她是大女生啊 王磊有一点它是很加分的 其实你们没太注意 其实一个实体店 无外乎就是两种 第一种就是拓客 第二种就是把它套住 叫套客 就这两招 就是你怎么把它拓进来 然后再把它套住 对 这是一个开店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常识 其实刚才其实她是有所展示的 她说她可以通过 她这个也不是说她 不超所值的东西把它 她自己的独门决定 对 这不是独门 大市场里好多档口可能都是这么早的 对 就说明她还是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她的确有销售的实际的实践和经验 但是谈不上技能 只是做过 当她想卖有品质 有功能的东西的时候 哎呀 逐渐捉襟见肘 你替她捏把汗 但是帮不了她 其实王磊我给一点建议啊 其实你已经三十五岁了 已经不小了 而且她现在你有六年的这个创业经历 对吧 那你找一个好的品牌 加盟加盟 创创业 其实没有任何问题啊 比如像斯凯乐这样 我不知道斯凯乐 放不放加盟我不知道啊 比如说你找这种专业的 这种比较好一点的品牌 去做加盟 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的专业 然后再加上他们厂商 对你的扶持和培养 那你就会变成一个正规部队 你没有任何问题啊 现在实体店很难做 实体店的讨论到此为止 建议也到此为止 先进入情商职场课堂 你的领导出国学习 临走之前对你说 这个策划方案不用着急 这周内给我就行 就是尽快尽快完成啊 然后我觉得可能除了你这工作 可能你再问问领导 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 如果是尽快完成 为什么说不用着急 就客气嘛 领导他也 赶快完成 是不是显得有点不太好 这样说 这样说你肯定也不会拖的 你肯定会更快的 你的疑人性倒是挺高的 来 你们的解读什么意思 如果是因为我说这个话的话 就是让你把这个策划案好好地做一下 不要着急交给我 一定要想明白了 然后做好了做得最好 对 这个我也同意 我还有可能他 他领导出国学习那些天他比较忙 所以可能没有时间去给你反馈 所以希望你慢点给他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他给了一个特别明确的时间节点 就这周内完成 还有一个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 我认为他这样布置任务的话 是非常清晰的 来 老张 性格上各项评分是中等 这位选手呢 特点就是有一定的年龄 算是中年 他其实呢很有代表性的一类人 并不是说他不认真 也不是说他慵懒 但是他做事一贯养成的那种范儿 就这样 说话做事就这样 王磊啊 就是你其实跟我们这些 很多来求职的人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你工作十年以后 又去投资自己四年 全职地去学一个本科 这个我认为其实挺了不起的 但是看下来你好像没有 就是说你这四年学习 在你身上没有什么太多的痕迹 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那个 我也没打算本科那个毕业之后 用我这个专业去找工作 因为高次考这个 你去很多企业 它还是居之门外的 所以我想如果我在这个专业里边 想再一直做 做教育 做摄影师也好 做教育也好 我肯定要去继续地学 但你去念书的目的 到底是学技能 还是要学历 都有 不 学历 其实那张纸对于我来说 我也不太看重 我觉得这个过程非常重要 就是这个在 所以你那个时候想去补充一下 自己的校园生活 加上技能 他就是用两个字形容 天真 迷茫 他是个很天真 天真就代表着迷茫 但他也无邪 他也不是个坏人 他也很浪漫 但就是对将来的生活 他没有太大的责任 没有太大的规划 但他认为我已经很认真 行吧 35岁将来以后的人生 也是属于你自己 好 第二轮我们要选择了 好好考虑一下 好吗 来 第二轮选择徐霍零 有些人以为自己努力一点 就是非常努力 殊不知别人都在拼命 这是一个特别特别现实的状况 你可能还在为自己的辛苦 跟累跟认真而矫情 而别人早已经拼了全部的命 所以谁输谁赢 一眼就注定 35岁对一个男人来讲 我觉得啊 就不是说年龄这件事情很残忍 而是当你不具备你的心智 跟你的生理年纪匹配值的时候 其实是残忍的 你所谓的认真不是你觉得认真 这是很多的求助者 都会有一个错误的认知的 我认为我已经做得很努力了 我认为我很优秀 我认为我已经很认真了 这是错的 而是目前这个社会的法则 以及职场法则 在这个法则和这个规定之内 你怎么能够做到最好 这个很重要 你现在不能再迷茫了 你现在应该35岁 你就应该选择 对一个对的目标 和对的一个方向 然后干嘛呢 就是坚持不懈地 去认真努力地去做事情 而不是你嘴上讲的 因为行动力是最重要的 这就是为什么梦想 很多人都有梦想 可是你真正能把梦想 变成现实的 是靠行动的 不是靠嘴巴的 不说了 这些人生道理 按道理来说 应该是你的父母 去告诉你 或者你跟同龄人 去比较一下 我相信你有哥们 你有同学 看看别人现在的生活 是怎样 不要求你去羡慕 他们的大富大贵 但是至少 也应该单起35岁 应有的责任 和应该有的生活 好不好 好 来 欢迎你下次再来 再见 谢谢您 谢谢